中天对NCC的抗告又贴一胜 北高行政对于邱颖颖的魅力奎案 驳回NCC再审 形同NCC是17连败了 对此立委陈玉珍就指言 这证明NCC就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罚中天 详细内容把时间交给陈佑 各位到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了 金门女战神陈玉珍来到了现场 委员早安 我的早 各位观众大家早 所以我们要来看到NCC在吞下一个败仗 现在已经累计是17连败了 那这一案就是邱颖颖之前在肇事晚会说 大家不要理会的这个案件 然后被NCC罚中天罚了20万 认为不符合事实查证 然后再来就是中天胜诉之后 NCC再提出再审 结果再被法院给驳回 所以已经是17连败了 是的 我们看到NCC所做的裁决 不断的被这个司法单位所打脸 所以这证明NCC当初在做裁决的时候 实在是戴着有色眼镜 是在做这个有关中天的这个相关的裁决 那也证明当初我们所判断的事实上 NCC一开始可能很早就打算把中天关台 因为中天很强力的监督执政长的各种种 这种脱续的这种执政行为 人民的真实的NCC 中天真实的反映了人民的不满 然后引起了当局 所以我们执政者的不快 所以才会用这种有色眼镜的这个 戴着有色眼镜的做法 不停的裁罚中天 如今这个公道一一环 那是不是 我们事实上礼拜四上也要做相关的 我们要到NCC去抗议 这禮拜四 对对对 我跟罗志强这样有一群委员 主要是针对 针对我们希望 上我们也提案了 我们希望可以提案 让这个错误的裁决可以被拨乱反正 就是说事实上中天应该要赴台 对我们已经有提出相关的作为 所以等于说周四是要针对中天的案件 然后去到NCC 周三吧 周三 这两天对 周四应该是周四 本来是昨天 那本来是今天 又改了 好 没关系 反正赛来应该会有这个财中发出来 因为本来今天有假洞 所以因为配合这个假洞 我们改了时间 反正它主要就是针对中天的案子 来跟NCC来抗议就对 对对 没错 这也不只是说针对中天 因为NCC本身就是说 非常的不公正 然后事实上完全不是一个中立的机关 你看看陈耀祥 即便现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已经做出了相关的决议 所以说要提供进电室的相关资料 到现在还是在明晚抵抗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是准 被内定为主委的是翁柏仲 他现在是副主委 被内定为主委的他 也近来还跟民众党的委员说 如果类似说如果同意他的人事案的话 不挡他的话 那就会提供资料 提供资料本来就是你们的义务 还可以拿条件来交换 这个实在是太 真的是很不尊重国会 这第一个不尊重国会 第一个太 我觉得完全就是 完全就没有这种身为一个政务官的风骨 就是为了官位 所以什么事情什么话都能够讲得出来 但我觉得我们再回到那个邱莹的这个案件 因为我在看那个判决书 它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 这个诉讼费用要由NCC来承担 所以这不就代表NCC一直在滥诉吗 当然提出任何诉讼都是任何单位或个人的权利 但是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在当初政府单位 在做这样的裁决的时候 有没有确实抱着独立的角度 中立的眼光去思考这件事 而是或者只是为罚而罚 那看起来连起十七拜 那很多的案子 针对不同的这个电视台 他也有不同的做法 表示NCC就如一开始很多委员要上任之前 有一位那个总统府副命事长 他遗失的他的笔电里面说说的 可以配合处理中天嘛 我想这些回头来看都是事实 所以这个机关的这个新的这些委员 我觉得我们在程序委员会 暂缓裂案 之前上下上上星期 所以NCC这个单位 我个人甚至认为说 如果是这么的不中立的单位 是不是有存在的必要 事实上都还存疑 是 而且我们先前有特别来问过 这个陈耀祥 请问一下到底关中天 是不是蔡英文瞧出来的 陈耀祥没有否认 陈耀祥只回了四个字叫做 我不晓得 什么叫我不晓得 没有否认大概就是默认 而且应该就是说 他是负责执行的人 所以他也不敢说是蔡英文决定 他不敢说 但是大概他是律师 他也不想违背他的 他也不想说谎 就说他不知道 但是不然那一份剧本 到底是怎么样 那个剧本应该毫无疑问 现在一一的验证 当初那个笔电里面写的都是事实 一件一件的在发生 所以NCC完全已经不是什么中立的机关 完全不是什么独立的机关 完全是被民进党拿来当枪使的机关 就是拿来出来惩罚这个 就是整治不听话的媒体的机关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直到现在已经是17连败了 我们NCC还要继续的 要再继续上述下去吗 还是说就到此为止呢 我预计NCC也不会到此为止 但是我们在这个立法院这边 可以做的相关事情 就是NCC的组织法 国民党他已经有提出修正 然后这次宋爱人事案 我们也没有同意让他列案 所以相关的这个法制 一定要更完备 那这个组织一定要 这个单位 实际上因为这些人的 这些应该说老鼠屎 坏了这一锅皱 就是因为这些人的 这么的不公正 实际上玷污了 就是事实上让这个 NCC这个独立单位的民生 完全被破坏掉 这些人真的是罪人了 是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委员的保贵时间 谢谢委员 我们可以看到NCC 集到现在是已经17连败了 都75已经快要20连败 然后过去NCC关中天 是说因为中天的财阀案件过多 但是依照现在这种北高型的法院判决 一件一件的判下来 NCC一再的被打脸 那么请问一下NCC过去关中天的理由还存在吗 还是NCC对中天就是为罚而罚 为关而关呢 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国际星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